想要做出QQ弹弹的猪皮冻 用水的比例一定要准 接下来就看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猪皮冷水下火 下生姜和白酒去腥 水开撇着浮沫 捞起放凉 想要猪皮Q弹不油腻的关键来了 一定要把多余的油脂刮干净 这样吃起来才会清爽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小条 这样会更加容易炖出胶质 切完装进盆中 加入多一点的食盐和白醋 用力抓拌 这样做的目的是清洗干净多余的油脂 这是猪皮冻不油腻的关键 清洗到这种清澈无油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比例一定要记住哦 一碗猪皮两碗水比例是1比2 再加入香叶八角增香去腥 放电压锅中压25分钟 猪皮一压到用筷子能轻轻加断就可以了 倒入容器中 放冰箱冷藏定型 这可是冷藏完之后的状态 好像果冻一样 先把它一分为二 再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Q弹不油腻的猪皮冻就做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下期再见 就是 是